今天去医院几乎都是高烧不退的孩子们 中共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继续上升 其中以甲硫A为主 与亚型流感病毒共同流行 截止2月26日 共报告390起流感样病例爆发疫情 真实数据不明 随着新冠病毒的减弱 我们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没有疫情的未来 大家相当开心的出门活动 小朋友出门去学校上课 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停工停产停课了 但没成想甲硫一来 打破了我们美好的希望 目前甲硫已经波及到全国范围 东三省和河北的某些区域已经沦陷了 我现在所处的北京也是一个甲硫爆发的趋势 不止小孩会感染 很多大人都感染了 中共红社媒体3月6日报道称 专家预测流感高峰 可能要持续一个多月 但流感趋势 以及高峰核时结束难以预测 3月6日 关于甲硫的词条已超过12亿阅读量 其他与甲硫相关的话题 也都有极高的关注度 不少民众的症状相当严重 亲身经历告诉你这个甲硫真的是比新冠厉害太多了 今天第三天嗓子已经咬到说不出话了 偶尔还会说肚子疼 感情好吧 太煎熬了 天天给人家科普 甲硫 甲硫 今天临上班前 我家孩子也开始发烧了 然后预量体温呢 39度多 而且最近听说 耳中医院现在病号也特别有多 希望这个甲硫 尽快过去 如今所谓的甲硫 蔓延全国多地 持续近20天 中共专家表示 只有等到70%以上的人 对病原体产生抗体 这一波流行才能结束 这一说法不像是应对甲硫 更像是应对中共病毒 但中共信息不透明 真实情况外界难以知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王彦乔综合报道